建层猫好养吗? 建层猫好养吗? 最近非常流行建层猫 然后很多人就会去询问了 建层猫到底好不好养 在我们自己的医院做的一个统集当中 建层猫确实是容易发生疾病的那一类猫猫 容易发生的疾病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正于品种有关 它们作为纯种猫 建层的遗传性疾病带来的还是挺多的 比如像心血管疾病 以心肌疾病和半膜疾病为主 比如像软骨性的疾病 我们会发现建层猫好像比其他猫更多的会出现 行走有果形 没有跌着没有撞着 这个时候通过一些例如影像检查 或者其他的一些检查 我会发现它这么小的年纪 为什么会有关节发育不良 或者是关节有退化的情况 这些都是它软骨疾病的一个条件 大部分的建层猫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少部分的建层猫我们也发现 它们的免疫系统似乎是不稳定的 经常会有靠着肥状病毒 这一类病毒的侵袭 所以建层确实在临床上面 量起来 要更精细 更娇气 小提示 建层猫是属于很容易发生疾病的猫咪 毕竟它是属于纯种猫 遗传性疾病挺多的 就像心血管疾病 以心肌疾病和半膜疾病为主 像软骨性的疾病 可能会发现它行走有薄形 可以通过影像检查 或者其他检查关节发育 不良或者退化的情况 它痒起来要更精细和娇气一点 感谢观看